我们继续关注好吃的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面包 松软又香甜的有馅面包 或者是白吐司 经济又方便 一直都是消费人吃面包的主流选择 然而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一种 标榜健康纯天然的酵母面包 制作过程是费时又费力 材料的价钱也比一半的面包来得高 看似取高喝寡 却让主妇们欲罢不能 马上就见识这个外形 看似不起眼的酸面包 到底有什么不平凡之处 近年来欧式面包逐渐抬头 带动亚洲兴起在家自制面包的潮流 国人也开始留意到一种 不加糖不加油的硬面包 与市面上看到的柔软奶香糖精概念不一样 这款发酵面包外皮脆硬有嚼劲 内里遍布的细缝极具弹性 越较就越能感受到古物香气的酸面包 从古埃及 它有一个传说 非常好笑的传说 它就是一个厨师在厨房 然后他就应该做好他的面包 但是他就睡过龙了 就长时间忘记把那面包烤好 但是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把面包再次烤好的时候 他觉得那面包其实更好吃了 培养酸酵头费时费劲 而且还时常会失败 咱的过程却让主张健康饮食的主妇 难以抗拒 将面粉 酵母 酸面包发酵剂等其他材料 全都放进搅拌盆 加以搅拌均匀 面粉中加入水 揉成表面光滑的面团 这个过程费时5到10分钟 之后盖上湿布 在温暖的地方进行第一次的发酵 当面团发成两倍大 把面团的空气排空 这个过程简称排气 之后在天然藤条发酵栏的表面上 撒上干面粉 把面团放入发酵栏中 盖上湿布 在温暖的地方进行第二次的发酵 烤盘上垫烤纸 把面团扣在烤盘中央 放入预热200度的烤箱 烤10分钟 之后温度降到185度 烤30分钟左右 直到面包表面上色 酸面包出炉 厚厚的脆皮 内里的囊暖糯可口 每一个面包等待发酵 都需要花费两到三天制作 但与自然共存的耐心等待 才能换来对身体无负担 致爱的家人方能大口安心使用 那么长时间制作 不如去买一粒面包来吃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但是他那长时间 其实在磨练我们的耐性 就学到要有责任 因为你要培育这个教母 然后就是坚持 好像做人一样的原则 要有耐心 要有责任感 要有坚持 因为不到最后一刻 你把面包切开 你也不知道你做得成功 还是失败 没有一位烘焙师 可以准确告诉您 酵种的发酵时间 因为天气 面团的湿度和温度 面粉的新鲜度和酵种的 保存方式 都是影响酵种发酵速度的变量 不过就是这种 不似预期的期待 让承载爱和等候的面包 更加弥足珍贵 马新社新闻台张一柔 采访报道